陳偉早前和老公飛去泰國度假 還在社交平台鋪出多張泳衣照 火辣的身材令網民大飽眼福 這日偉哥和連絲雅、謝雪森、蔡國威、梁凱晴 一起為TVB新年特備節目新春開運黃錄影時 都有提及這件事 偉哥好像最近都剛剛去補完渡蜜月 都不算的,去吃東西而已 除了吃東西之外好像都拍了很漂亮的照片鋪上社交平台 當然要離開香港,做些事不早的事 是否給粉絲大飽眼福,其中一樣 騷擾少許的照片 這張照片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每集節目主持和嘉賓都會享受美食錄影 而今集他們就是吃潮州菜 那就適合潮州人偉哥的胃口 不過除了吃東西之外 難得見到坎魚學家陳定邦師傅 當然要請他賺自己幾句 對啦 陳師傅也在這裡,有沒有叫他賺兩句 看看來年有什麼好的運程 當然要啦 問一下工作上面的事 有沒有問,明年也有婚禮嗎? 會不會都... 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日子、擇日? 在搞定 在搞定 對啦 不過主要我都是... 問親這些都是問工作多點的 對啦 因為都希望可以重創一下香港啦 對啦 那偉哥的運程怎麼樣?有沒有在這裡 很好啊 說到很好啊 很開心啦 明年都有機會可以逆馬聲動 那我問師傅到底我是自己去玩啦 去花錢啦 還是去賺錢呢? 那師傅說,嗯...都有機會賺錢啊 那我就... 好... Siga和偉哥來年的事業運都不錯 而梁凱晴就被批桃花運好啊 桃花? 好似說一路保持著都會有的 哇 是啦 那就看看有沒有 那他多想有啊 哈哈 一知道今天兩位人妻呢 即是很幸福的嘛 就說要黏著他們兩個啦 對啦 剛才師傅就跟我說 你多黏著他們是有用的啦 那我就約多點他們吃飯 看看他們上不上臉 那除了桃花事業有沒有說? 有的 他都說一路保持著會好 那所以希望我這兩年都會努力一下 看看有沒有什麼吃 開心的 順便可以跟前輩加上自己的經驗 是啊 芯姐咯 好啊 問一下她的意見 不要這樣說 是啊 他們兩位都好啊 他們兩位都真的在那一路上升著的 哈哈哈 股市上升啊升啊 哈哈哈